罗斯卫星网近日报道称 澳大利亚一旦对中澳商业卖出不友好步骤 中国拥有相当不错的安全囊 从丹麦主地格林岸岛进口原材料 政治学家 莫斯科外交学院专家亚罗斯拉夫扎哈里因夫 这样认为 2019年年初 格林岸岛的油、黄金、铜、金和稀土金属供应 可能得到极大加强 而专家预测说 专家认为 大约半年后 澳大利亚商界将感受到对华错误路线的后果 不久前 中国海关滞留澳大利亚六家公司葡萄酒 仅是身手小事而已 中方还有不少其他经济杠杆 以应对特安布尔政府对华强硬政策 亚罗斯拉夫扎哈里因夫这样认为 专家不排除 中国国将组织 从澳大利亚购买原材料的供应线 要知道 在最近的一些年底 中国已经成为澳国铁矿石油、黄金和稀有金属的主要伙伴 但与此同时 中国也在有计划的与替代供应国发展关系 其中之一是丹麦 他说 目前 中国从事钢铁和合金生产 此前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的公司 已经获得格宁兰岛首府 鲁克市东北部铁矿石矿开采合同 对于格宁兰岛来说 是开采史上最大的一笔合同 总额为23.5亿美元 数额堪称巨大 此外 道上还发现其他矿产资源 比如南部地区的油管 在KVMPL时找到了很大的锡 锡有金属和金矿 这些都是澳大利亚对华主打矿产 另外 广东省已经建起 澳大利亚和格宁兰岛原材料加工厂 目前 因澳大利亚与花关系逐渐走衰 这些此前仅加工澳大利亚原材料的设备 正进行现代化改造 以加工格宁兰岛的矿石 设备改造过程并不复杂 而且 中方为生产综合体改造 已投入巨资 中国一些公司已在格宁兰岛积极运作 其中包括建许中润银翼 江西同业集团 这些公司在格宁兰岛东部地区北欧矿业获得采通特许权 江西同业集团和北欧矿界已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简化了中国公司同矿开采程序 在澳大利亚不友好背景下 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举措 中国最大铁矿和煤炭开采公司 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情况下 恰恰是那些在澳大利亚有业务的公司 正在丹麦积极开展工作 澳大利亚议会6月28日通过国家安全法 得专家评论称 澳大利亚掀起的间谍攻势 正迎合美国在本地区遏制中国的计划 同时也是其冷战政策思维的折射 澳大利亚议会6月30日时